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 本章的 实验 首先我们运行lab start troubleshooting lab这个脚本 准备好 实验环境 那么它将 进行一系列的 检查 我们有以下任务需要完成 把这些容器 都需要运行 应该 连接到 指定的网络中 等等 首先我们验证这些 容器的状态 Hotman ps-a 可以看到 有一个容器已经退出了 它是 quotas quotas ui 那我们查看一下 它的log 可以看到 host not found 看起来是一个网络问题 那我们检查一下它的网络 API v1网络是 lab troubleshooting v2也是同样的 quotas ui 并没有连接到 网络 你们可以查看当前的网络就是 Hotman和 troubleshooting lab 那么我们把 quotas ui 先 停掉 移除掉 然后把它 连接到 前面的这个 troubleshooting lab 这个网络中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 看看 它现在是运行状态 现在是运行状态 接下来 我们要确保 它连接的 v1和v2都是成功的 在quotas ui里面 访问 api v1 可以 看到如下的信息是正常的 同样 我们把v1改成v2 502 budgateway 没有 返回正常的信息 接下来 我们查看一下 podman logs api v2 可以看到它的端口是 8081 v1 端口是 8080 那么我们看一下 ui 的配置文件中 是 怎么设置的 监听8080端口 如果是v1 转发到8080端口 这个和v1是一致的 v2转发到8080端口 v2监听的是 8081端口 那我们看一下 LAB 这个脚本里面给出的 配置文件 它的信息 8080 v1 v2 8081 这个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使用 这个文件替换掉 刚才的那个 移除 UI的 这个容器 podman run 连接网络 使用 v2 Mont index conf 文件 运行起来 然后 这次 这次再用同样的命令 刻一下v2 成功了 我们也可以 使用 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 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前面有 零passing 变成六个passing 零 filling 所有的任务 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我们可以 清除 环境 好 这个实验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张见 我们下期见 了 请不吝点赞 这个实验 关键 这个实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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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